真的不想追AI 也不敢追AI的投資朋友怎麼辦 AI確實是盤面上面最強最火熱的 但是資金這一波真的高度集中 就很怕萬一有個風吹草動的話 這資金互相踩踏的風險可能也會很高 所以想要找安全穩健的 是不是可以看看別的 比如政策題材概念股的保護力是不是更強 那政策面上有很多 要搭上熱度跟話題的 最近天氣非常非常熱 所以怡辰搭上這樣的一個話題 天氣又很熱又有政策護航 那那些像比如說探權 ESG 綠電有沒有機會重新再發燒 這個天氣是真的很熱 真的很熱 這個週末有朋友找我去這個遊樂園 我都說這個是遊樂園 就說很熱了 對 所以航氣很熱 但是這邊來講話其實在這個明年2024年大選之前 其實政策題材大家還是要關注一下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氣溫啦 氣溫來講話 哇這個也是打破10萬年的紀錄 很恐怖欸 因為這個7月6號的全球日的日均溫 已經攀升到17度以上了 17.23度 已經是連續四天打破這個紀錄了 所以這個代表什麼 這個是全球的日均溫喔 就是包含北極包含南極 全球所有可以觀測到氣溫的來做個平均 已經是創了這個歷史性高了 所以我認為在這樣的之下 其實會體驗到說可能未來的夏天更熱 或者甚至出現很多這種暖冬的情況 其實我們過去都有體驗過了 但是接下來可能會更劇烈 所以包含到比如說日本 大家很常去的 這個氣溫在這個東京 大家應該很常去吧 八王子四 這個觀測的溫度已經來到39.1度了 很誇張欸 這是很誇張的 高尾度地帶怎麼搞得跟熱帶亞洲地區一樣 在日本東京 所以這個也是刷新日本今年觀測的這個氣溫紀錄 然後在這個歐洲上面來講話 大家印象應該是很這個依然自得的 很舒適的地中海情氣候 西班牙南部跟希臘的氣溫 竟然也飆到44度 跟這個45度這麼高 這個被燒起來了吧 對啊 所以還有這個法國也是飆到 這個37度在週末的時候 所以以這一波來講的話 算是全球性的 所以近期台灣這個悶得像火爐一向 其實全球的氣候 都是觀察到同樣的現象 所以美聯社的報導直出 最大的原因在於 這個南極的氣溫 比之前2000年以前觀測到的平均溫度 今年是上升了10度左右 所以就於什麼 兩極的這個溫度上升了 所以帶動了全球的氣溫都往上走了 所以我認為接下來大家可能去關注一下 所謂的酷暑概念股 大家可能很久沒有去注意到這一塊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暑假或是說酷暑在這種炎熱夏天之下 哪一些族群可以做留意 第一個食品飲料 對不對 大家這個很熱之下會想要幹嘛 想要再去買一瓶這個所謂的飲料 降降降溫 所以大家可能會 之前有聽過的 統一超 全家 愛知味這些股票 在近期其實表現還不錯 那在統一超的部分 其實我有看過它的這個歷史線型 它通常在夏季的時候 股價真的是會漲 在這個7月到9月之間 那就由於什麼 這個需求上來了 營收要先率先的來做 在這個股價先做反應 所以我認為這些股票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可以去關注一下 那第二個族群 我們回頭來看食品飲料之外 家電3C 森保 和聯塑 三陽電 但是這邊你有看到什麼 大漲大跌的情況 比如說森保我們來看一下 森保到底怎麼回事 對 上個禮拜五 或者說上個禮拜五漲停 這個禮拜一也做漲停 但是股價就連日拉回了 以這種所謂的冷氣機的 壓縮機的相關的概念股 我認為營收是不可能有這種 暴漲的表現 就是說今年再熱的話 也不可能說我這個 我家庭全部的冷氣機都要換 應該是沒有到那麼誇張的 所以以家電來講的話 我認為營收會有做增長 但是可能說 股價如果有出現乖離的程度 那就會造成這樣的現象 我認為短期上的話 不宜的什麼 去做過度操作 但是那如果前面真的 不小心去追的有點高怎麼辦 可能就要趕快跑 或者說有反彈就要趕快跑 因為我必須說 森保在大漲 或者說禮拜一大漲的時候 基本上是因為國際市場行情不好 台灣的市場行情不好 外資當時在做撤出 翻空單 所以在沒有其他族群 能夠有表現的時候 資金就會往一些比較 內支主流一點點的股票 所以森保就其中之一 所以會有大漲大漲的現象 那是很正常的 但是現在資金 已經慢慢回到主流了 回到我們剛剛講的AI 在政能源這一塊 所以這些股票 就是要小心一下 所以那你再列出來 你還列到核聯社 列到三陽電 還可以留意的空間 可以留意 但是並不是全部都看好 所以概念股有這一些 但是可能說在家電3C這一塊 可能操作的比例幅度 可能就不要放這麼多 對 那第三個我們來看一下水資源 水資源很有趣囉 所以在這個全台都很熱 而且是已經這個 好像是這個兩年多 都沒有颱風來到台灣 不止兩年 對 好像不止兩年 所以水資源這一塊 我認為是比家電更值得注意 台肥 台鹽 幸福 國統 應該都是 這個耳熟能詳的 一些水資源概念股 我們來看一下國統就好 國統近期的表現 算是非常非常好 其實這個除了意料 它是一個上升趨勢 那我們來把股價 再拉遠一點點 其實它這邊 基本上都還是有這個支撐 在往上走的一個力道 那再回頭來看 比如說台肥 或者說台鹽這一塊 其實都算相對低基期 但是這個上升格局 也在做持續的 所以水資源 我認為 比這個所謂的家電3C 可能比較有延長 有沒有 這個延續性 沒有錯 對 那接下來 在這個三個族群之外 還有 電力 對 一直跟他強調的 因為每年都在找這個議題 到底會不會缺電 對 但是今年來講的話 我認為 更格外的注重 因為明年我剛剛講的 是這個大選 大選之前前半年 行情通常會 集中在所謂的政策股 所以以內施來講的話 我認為電力除能 在我們過去有講過的 市電中心電 在今年來講的話 缺電到底會不會發生 甚至是跳電跟停電 對不對 我們政府都說不太擔心 但是人民跟企業 好像都很擔心 感受不太一樣 對 都很擔心 因為今年真的太熱了 所以不管是民生用電 還是企業用電 這肯定是大幅的增加 到底有沒有這個 儲備力能夠來做因應 因為現在才7月嘛 對不對 還有8月跟9月 所以電力除能上面 我認為大家可以持續做留意 那市電華城都滿高的 所以你覺得 那個高不是高 還有更高 市電來講的話 其實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再把它放大一點 所以股價它近期有創一個新高 164.5 但是在今天反而因為 AI股的飆升 它是有一些做拉回的 所以有拉回的話 我認為在這種股票上面來講的話 預計線是一個不錯的買點 還有落後的 相對落後一點的 比如說1513的中心電 中心電在市電來講的話 是相對比較落後 還沒有創高的 所以市電先創高了 中心電這邊還沒有 而且還在什麼 月線附近 所以我認為這是一個 非常好的切入點 好那還有一塊是ESG 對 對因為接下來 因為現在大家 環保一定是勢在必行的 那剛好我們的碳權交易所 8月7號要成立 所以到底這一塊碳權 ESG的有沒有再發酵的機會 碳權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碳權在這個8月7號 要來做這個交易所正式成立 我們有準備張置卡 基本上就三個業務 來做這個先行 就是說第一個國內碳權交易 第二個國外碳權買賣 以及做個碳諮詢 所以很多企業 對於目前碳權交易所 這個交易的內容 或者說未來我到底要準備什麼 是比較資訊不足的 他就要先做碳諮詢的部分 那接下來就做到這個國內 然後再開放國外 所以基本上這三大業務 基本上就是什麼 你這個碳捕桌的概念股 碳權大戶 是可以持續做留意的 那比如說這個滑紫 對不對 滑紫或者這個永豐宇 我認為是比較有機會的 這邊也是做一個拉回 可以是一個切入點 但是這個8月7號就要落實了 所以我認為這個也是 游擊戰 就是說這個打帶跑的一個戰術 因為如果等到這個真正的利多 已經發酵了在8月7號的時候 那可能股價也差不多 這個行情可能會告一段落 等待下一波了 好那我們就拿滑紫 因為這是滑紫前一波的代表個股 幫我們做簡單一兩分鐘的時間做叫戰 像這樣的個股要怎麼操作 它看起來往下是處在修正的 一個下行階段 可是偏偏8月7號 探權交易所就要成立了 那時間也只剩大概兩週 我們這個時序上的操作怎麼安排 好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個K線的部分 我們把它放大一點點 它還不到這個下行 基本上是一個三角形的 往上走的一個趨勢 所以它在這邊的話 你會發現說它沒有跌破 它之前5月底 或者說6月1號發動的那一根掌停板 所以在這個之下 基本上你在這個長紅棒之下 應該說之間 都可以來做佈局 只要它沒有跌破的話 基本上你還是可以去 在前面的那一根就是前面 對 6月1號那一根掌停板 所以基本上 現在還在那個範圍之中 所以這部分的籌碼 在這邊給予一些支撐力道 再加上季先也慢慢上來了 所以基本上我認為 在這個兩週之間 有這個價位的地方 都可以來做佈局 那就等待說 這個8月 不管是第一週 或第二週來做發酵 我另外再思考一個問題 是因為你剛剛也說 就是碳權交易所所要的業務 大家一定要先諮詢 我根本不知道 我到底有多少的碳排放 也不知道到底有什麼 多少的額度 那在碳查站諮詢的這一塊 有廠商或是有什麼樣的 外包業務釋出來的嗎 像之前比較火燙的概念股 大概是這個貝利 這個貝利來講的話 其實股價 漲一大段沒有錯 但是也回跌了一部分 所以我認為這種碳捕捉的廠商 我倒不認為說 可能還是會 就是說再度有一個飆漲的一段 所以我認為比較是說 未來有真正碳權的 對不對 有這個話語權的 可能是 目前下一階段 碳權這個 股價發動的契機 好 你還是認為 要真正擁有碳權額度的人 才是首要的受惠方向 所以你看除了AI 其實還有好多好多的優質股可以選擇 還有哪些產業呢 台股又攻回萬七了 下一波的操作方針 怎麼重新調整 收拾一下 接續回來